長久以來都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換了新政府就要 就要換了新政策 難道換了位置 就真的換顆腦袋 交通部長賀成旦第一槍 先取消端午國道夜間免收費 連橫向都演繹可能比照辦理 動作之大 連自家地方官都很反彈 好不容易有國道10號 對我們在山西 清美地區這很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表達 我覺得現在交通部 這個部分他會做於認真的思考 如果說生活圈道路都要收費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違反民意之外 這個是違反交通的專業 對比23號賀成旦隊橫向收費 態度傾向可能跟進實施 遭到各界拋火猛烈 再度被推上火線止血 短短三天政策大轉彎 我們沒有設時間表 剛剛已經講到了 我們以除了是交通本身的這個管理之外 我們要考慮到它的所在區域的整體的交通資源的配置 橫向國道不敢收了 但說好的客運業者打折作為替代措施 賀成旦的7.5折目標 客運業者卻只願配合到8.1折 其中落差怎麼補 誰來補 要不要補 配套措施都還在喬 我們也來幫忙他們 假如說是再進一步降價的話 他們的空間絕對會比他們現在對外所宣稱的81折 還要更進一步減少 比如說也許不是全部所有的人啊 你也許選擇中長城的我們才能做補助 浩成旦拿端午連假推實驗性政策試水溫 只是被罵一句才退一步 眼看端午連假馬上就要登場 浩成旦一連串交通新政 三天過去已經快被自己先推翻 介紹林英文 李沛軒 台北報導